带给你一则最新消息 红仲秋案虽然贞结起诉 不过军检还在持续厘清案情 请问到底军方相关人士 有没有买饮料给813医院的护士 借此加速让红仲秋的体检报告通过 还是各界想要聊清的真相 对此军检今天约谈的 542旅旅部联事官长陈以仁 陈以仁的律师刘恒庆透露 陈以仁在约谈的时候表示 他只是负责把护士给他的钱 转交给外送饮料的店员 但钱不是他出的 也没有买通护士的状况 律师表示目前陈以仁 还是证人的身份 没有转列被告 另外军检也约谈了 542旅副连长刘延俊 不过相关内容为何 律师不愿意对外说明